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介绍的这件玉 还是属于高谷玉器 是高谷玉器里面的什么玉呢?玉武人 就是战国时期的玉武人 大家讲到玉武人都想到 像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最有名的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土的 河南京村被美国人当初给跑走的 美国初年美国人跑走的 一个只有四点多公分 一个四公分左右的一个很精致的玉武人 它是双玉武人 白玉的双玉武人 长袖善武 双玉武人 只有大概四公分左右 它就是河南京村的东州大墓出土 那相当有名在西方社会 它是终究 它再美的终究只有一个四公分 小小的小不丁东的一个东西 好了 那我自己去 那我自己去 广州的 河南 广州的南越王墓 广州的南越王墓出土的 三点多公分大 也是小不丁东的 玉武人 那我亲眼所见 总的来说 也都是大部分 都三点五公分到四公分左右大小 那我们这一件 能够立起来 能够立起来 它已经有片雕 进入到了什么 圆雕的这个阶段 而且能够站立的 而且能够什么 超过 有二十公分出头的 这么一件 这是我目前唯一景见 我们玉玩了什么 将近半个世纪 还有将近五十年 就完了四五十年的玉 因为也是我景见的 一见这种玉武人的大小 我想是真的 而不是所谓的坊间伪坐伪照的 坊间伪坐伪照的 你坐得跟什么 那个大龙柱一样 跟一个罗马大立柱一样 那也不足为奇 但是真品里面来说 真的玉武人 还没有那么大 这种目前景见 大而得心美 大而得心美 我为什么说他具有处事风格呢 不管是从他的玉子 材质 不管从他的这种造型 还是他身上的这种文式 神秘的文式 好像云文 又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这种云文 包括他的裙摆柱 就是以佛像来说的话 就等于他的那个什么 莲花座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美人鱼来说 就鱼尾的地方 还用犀利的刀工 犀利的刀工做成这种卷浪状 的这种裙摆 摸起来犀利的都割手 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他再加上整个的硬力的一种表现 所以拿着手是崩崩硬的 扎手的崩崩硬 可是目前又很舒服很滑顺 所以他的这个年代 我把他定位在战国 处世风格的 清玉 就是指料的清玉 而他这个手感比重相当的好 所以肯定还是什么 指料的清玉 大家知道最致密的玉 不是白玉 是清玉 非常指料的 它是属于在战国时代里面的上好的清玉 那个时候流行中上好的群姻 尤其是在楚文化的地区 所以指料清玉 戴什么清呢 戴红贺清 戴红褐色的脾清 戴红褐色清 这么一件 玉武人 我介绍给各位 因为这件已经在我手上 收藏了三十多年 本来我当初收的时候是一对 另外一只我不知道摆哪里去了 我那时候在手边玩 我留一件玩 另外一件 大概随着其他的行李 不知道打包到哪里去了 一只半个找不到 要不然我本来想说一对的呈现给各位看 目前我手片拿得到的就 什么时候它跳出来了 我再给各位凑成一对再看一看 非常美 非常美 那个动感十足 我说我要是PO在脸书上 或者PO在IG上 其实一张照片就说明了一切 我几十张照片 其实有些时候是多余的 给各位从不同角度 不同的光源之下做个对比 不管他的正面的影像 或他背面的影像 或側面的影像 都没 我给他两个字的评价 曼妙 他说舞姿曼妙 我们 当然现在不在了 那时候 云门舞集里面的 一个女士 就是舞姿曼妙 她的舞姿 人虽然不在了 可是她的舞姿永远就 已经形成了塑像 教授塑像 摆在我们淡水 一滴水博物馆上面 就是云门舞集的总部 它有一个荷花池旁边的 那个曼妙 那个曼妙的舞姿 所以 自古以来对那种美 对舞姿的美 一种 一种 共同的一种 欣赏 对舞姿的那种 共同的欣赏 巴刷了两个字 一 惊乎就是那种曼妙 可以给各位看看 我们这个是巧合 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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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 类似 可是那个是现代的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 中间差了两千多年 给各位看一看 从不同的角度 它虽然是清玉 可是清玉有清玉的那种美 白玉有白玉的美 清玉有清玉的美 而且 大家知道古人 古人 流行的时候 最流行是清玉 我们宋词 为什么这么有名 宋词就是所谓的 清词系列为主 一直到现在韩国 都非常流行清词 就是 就是学中华文化的清词 清词 它的主要 就是什么 仿 仿玉 似玉 非玉 而胜似玉 这是对清词的一个最高的评价 似玉 非玉 而似玉 相似 是 是玉 非玉 而胜于玉 这是清词的最高的境界 大家知道 清词就是仿 古代的帝王 帝王玉 什么帝王玉呢 就是青色的玉 那古代的白玉反而比较少见 一方面那时候 白玉矿 本身数量就稀少 另外一方面 还跟那时候的帝王的思想有关 所以上行下效 帝王是喜欢清 天金色 天金色 那种跟天接近的颜色 古代的道家思想 人法对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以那种清 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 我们讲仓碧礼天 蝗虫礼地 仓碧礼天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个仓字就带有这种清 就是清语里面的 所以他清语 就仓碧礼天 蝗虫礼地 他叫什么 清归礼东方 你看 有清有仓的地方 他都是在尊位 东方是尊位 为什么东宫太子呢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我们再看他的穿透性来讲 他这个圆雕 他还有这种穿透性来讲 是不简单的 那他预值相当的致密 他的这个预值的这个结构 大概0.2% 他的这个颗粒的这种结构 不亚于 不亚于阳之白 他虽然是清语 可是他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细腻 还要看他下面的犀利的刀工 在他的这个裙摆的地方 你看他那个犀利的那个刀工 还有他身上的这种云纹 身上的这种变形的这种神秘的云纹 那刀工那种犀利感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这方面做时代的鉴定 做公义的鉴定 就是很容易就判别他的年代 你看他的背影都相当的美 背影都相当的美 这是一件可以 精雕细组 精雕细组 又值得给我们慢慢细细去品味的 这么一件 清语的 大贱的 这算是以玉武人来说 是大贱的玉武人 他的这种出现 他的这种 其实这么一对 我改变把它造成一对的时候 真的是 他真正应该是摆在美术 美术馆或者博物馆 甚至应该讲是 国立的美术馆 或者国立的博物馆 像类似故宫 这种地方 或者国家博物馆 这样 才能够凸显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艺术价值 艺术之美 也凸显他的这个什么 历史价值 也凸显他的文化价值 我给各位 今天能够展示出来 也是大家能够得见 能够是缘分 那我们一旦 我们的订阅人数 我们这个 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 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我 有机会跟各位见个面 可以给各位什么 上上手看一看 上上手 近距离的观察 再加上你手感 抓一抓看那个手感 那种犀利的刀工 配上那个上层的玉子 然后又有两千多年的这种 时间的翠裂 跟风化 跟沁涩 交织在一起 这么一件艺术品 我想是玩玉 尤其玩高谷玉里面的 一个最高的境界 可以说是玩高谷玉里面的人 来说 这是一件瑰宝 也是一件所谓的 心目中的异品 可以说 给各位看 郭沫若 就对 所谓玉武人 很亲友独钟 我们讲的 那个是 一个考古大家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就 他很敢开 那个美国佛利尔博物馆 收藏了我们河南京村的 那一支四公分的 双玉武人 他是摆在一个 他这个玉祖配里面的一件 摆到中心位置 玉祖配 他跟管 跟葱雅 隆文葱雅 跟管氏配在一起 我照他那个编织的那形式 他好像类似像 像 到了清朝官员 带着那个所谓的 曹猪啊 有点像 背鱼 有点像背鱼的那种感觉 非常美 郭沫若就认为 战国到西汉 流行的玉武人 不管是 河南京村 东周 那个八位天子 出土的大墓 河南京村的东西 绝大多数都流向美国 加拿大跟日本 少量的 才在 这个 大陆 或者是香港 或者台湾 他被 出土啊 被他盗绝 盗绝了六年 给他出土 数千件 精品中的精品 他是八位 东周的天子 所以东周 大家讲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八位天子的墓 还有八位 还有重要的功臣 他能够跟天子墓 站在一起的都重要的功臣 当着赫赫有名的功臣 所以可想而知 那他的那种 对文化 尤其是对玉器文化 或者是对 对这种 出土的这种文化 他的一个重要性 他的代表性 很可惜 被外国人给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用很廉价的方式给 帮他去挖了这些人 反正是中国人 中国人 打零工 赚点零工 且把自己的国保拱手让人 这就是一个 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无能的政府 当时处在乱世 军阀乱世 满清 刚刚说垮台之后 又接了一个军阀之乱 民生凋敝 所以 人家说 管仲 说 昌領时而知礼节 一时足而知荣物 真是 那是大家的混口饭吃 所以 文化的东西 所以人家说现在中美大战了 中美不管贸易 他的经济大战 哪怕是军事互相的对峙也好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美国人怕中国人的什么 科技 科技 现在 科技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之外 经济实力跟美国并驾齐驱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忽略 中国的文化觉醒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觉醒是从什么 清朝积弱开始 从清中期之后 就是清晚期之后 就一直积弱 所以国父才能够凭一届书生 一个小医生 就能够把满清推翻 但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腐败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在经过民国这么长的时间 民国已经 我们讲的已经一百一十年了 再讲了清朝末期的那一百年 中国两百年 已经堕落了两百年 现在除了经济实力复苏 当然是经济科技 各方面复苏 很重要的一个是文化觉醒 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比拼呢 或者是对抗也好 中美或者贸易大战也好 藏在背后的还很重要 就是一种中国的文化觉醒 让老美害怕 让老美害怕 我们以看电影来讲 我们是习惯了 今天要是我喜欢看战争片 或者是谍报 谍战片或者是什么片 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 我们就觉得习以为常 就认为那个才是电影 你看看俄国人拍电影 俄国人演电影 因为印度 其实电影也是相当的发达电影 可是他们拍的手法 就跟卡莱坞不太一样 我们就看不习惯 因为这种就是一种文化的侵蚀 这种就是一个文化 就是变成处处都美国价值 跟我们素食文化吃麦当劳 今天你素食文化 你用一个中式的素食文化 我们有讲的 永和豆浆来讲 我们也吃的很 津津有味 哪天我们永和豆浆 要是取代了 这个麦当劳文化的话 老美就紧张了 就类似 我们把它通俗一点 就中国的文化觉醒 就郭沫若在那个年代 在几十年前他就讲过这话 他说 这玉武人 绝对不是偶一见之 是当时的一种理智 出土于河南京村的墓也好 南越王墓也好 都是王一级的 或者天子一级的墓章才有 而这个玉武人 他说 以中华的文化来讲 因为在那个年代 从战国到西汉 那都是理智还是非常严谨的时代 他能够再 玉佩 但当时来说 玉佩是一种理智 不是现在 现在变成珠宝似的 就现在变成一种美 那时候除了美之外 它是一种代表一种体制 代表一种理智 所以 那男人当官的 在周天子前面我们讲的 心部有什么 环佩之声 环佩之声为什么呢 也是一种理智 就是啊 截至你当大官的 走路要 越大的官配的 玉佩越多 周期路来越要稳健 而且那时候 又跟天子在一起 怕你什么 有茂茂 有犯上的行为的话 你那个生态玉佩 跟你话你就会想 你的动作不能太大 也是保护天子 一般一般也是一种理智的一种表现 所以行住如环佩之声 还有就是什么 声车如什么 鸾河之音 一个声一个音 鸾河之音呢 叫什么女士 女士也带来那个 比较轻薄的这个 就坐在车上的时候 随着车子的律动 而产生的声音 都认为那种 是一种和谐之美 除了我们讲的一种美觉 视觉的美的 还有声音上的美 那种和谐之美 行不如环佩之声 声车如 软和之音 为什么 今天 我就先说到这里 改天我要是把另外一天掌声 再一起配 再给各位 再另外再做个介绍 好不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